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世界节目 我是子飞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讲了诗经中的一首短诗叫做 硕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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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识我鼠 三岁灌辱 莫我肯顾 世将去辱 世彼乐土 乐土乐土 原德我所 硕鼠 硕鼠 无识我脉 三岁灌辱 莫我肯德 世将去辱 世彼乐国 乐国 乐国 硕鼠 硕鼠 无识我苗 三岁灌辱 莫我肯顾 世将去辱 世彼乐交 乐交乐交 谁知永豪 硕鼠是把剥削自己的奴隶主 比喻为贪婪可赠的大老鼠 肥老鼠 而且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说 你无识我鼠 就是说你不要再偷吃我的粮食 不要偷吃我的庄稼 偷吃我的劳动果实 我们都知道老鼠这种形象是长得又丑 又很狡猾的样子 而且喜欢偷东西 所以用老鼠来比喻那种贪婪的剥削者 是很恰当的 也表现出人们对不劳而获的那种愤恨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一首充满了悲壮和无奈的千古明天 在这首短诗里充满了大英雄的豪气 也充满了大英雄被命运操纵 最终走向失败的万般无慢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该下歌 该下歌 向雨 立拔山兮 气盖世 时不立兮 追不适 追不适兮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何 我们来看看里边 一般有知乎者也息的时候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早期的诗歌了 像先秦 两汉时候会比较多 息一般就是著词 就像现代我们朗诵诗歌的时候 之类的 语气著词 加重语气的 奈何呢就说怎么办 怎么办 奈若何 那么所以其实这首短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说 立拔山兮 气盖世 力量可以举起一座大山 豪气呢 世上无人能敌 立拔山兮 气盖世 但时局对我不利 时不利兮 追不是追指的是乌追马 那么项羽呢 有一批这个千里马 叫做乌追 浑身呢都是乌黑色的 乌黑发亮 特别 跑起来呢 日行千里是夜行八百 说时局对我不利的时候 连乌追马都没有办法逃离了 乌追马不前进 我该怎么办呢 于兮于兮奈若何 就是项羽呢特别宠爱的一位妃子 叫鱼姬 鱼姬呀鱼姬呀 我又该把你怎么办呢 该下歌呢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该下进行了一场 必死的战斗的前夕 所写的一首绝命词 在司马迁所写的《史记项羽本记》中呢 曾经记载说 项羽军必该下 兵少良尽 汉军及诸侯兵为之庶重 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 项羽乃大经约 汉皆已得楚乎 是何楚人之多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项羽在该下进行大战 这时候呢 兵士呢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粮食呢也吃光了 而汉军以及汉军的一些联合的诸侯的军队呢 是重重把项羽给围困起来 那么半夜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汉军四面都唱起了楚歌 这时候呢 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呢 就是因为项羽带的都是之前楚国的子弟兵 半夜里的时候 突然听起了自己家乡的歌曲 本身呢 就饱受战争痛苦的这些个士兵呢 涌起了无尽的这种思乡之情 谁愿意打仗 谁愿意流血牺牲呢 所以呢 听到了这样的家乡的歌曲呢 顿时楚兵啊 就军心大乱 所以呢 项羽就大呼说 怎么莫非汉 汉军已经得到了楚国吗 已经占领了楚国嘛 为什么楚人如此之多也 后边呢 项羽本记继续说 项王则夜起 隐障中 由美人名鱼长姓从 骏马鸣锥长骑之 于是 项王乃悲歌慷慨 自为诗曰 立把山系 弃盖誓 誓不理系 追不誓 就是说呢 项王呢 项羽呀 他也睡不着了 然后就半夜起来喝酒 那么陪伴她呢 就是她最喜欢的 鱼姬 还有呢 她的千里宝马 无追 那么喝到一半的时候呢 项羽是悲从中来 然后写了下来这首诗 叫做 我立把山系 气盖誓 诗不理系 追不誓 歌树雀 美人喝之 向王 气树行下 左右接气 莫能养誓 项羽呢 本身就是 酒入愁长 愁更愁 一边喝酒 一边感叹 时局啊 如此的对我不公平 我这样的一个大英雄 眼看就要命丧在 楚汉战争中了 所以呢 一边唱歌 项羽啊 就一边哭 那么鱼姬呢 在旁边啊 跟着她 一起给她喝 就是跟着她一起唱歌 一起哭 左右接气 就是她 她身边的人 都呢 悲伤的流下了眼泪 莫能养视 就是低着头 然后呢 痛苦的流眼泪 连头都不能抬了 所以呢 这首短短的 该下歌呢 描写出了 项羽这样的 即使是项羽这样的 大英雄 那么在 气数已尽的时候呢 完全对于时局呢 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首 盖下歌 希望小朋友能把这首短诗呢 记住 我们休息一下 在广告之后呢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由小璐老师为您带来 汉字小课堂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字小课堂 我是小璐 今天我们和紫菲老师一起学习了一首很特别的作者 创作的 该下歌 那么这个作者呢 叫做项羽 项羽呢 又被称为是西楚霸王 那么这首该下歌啊 是他在进行 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一首 绝命词 这首词是这样的 那么说到西楚霸王项羽啊 其实他在这首词里边 既说到了他自己特别心爱的宝马 那么这里的宝马不是说车那种宝马 而是说真的骑在上面要打仗杀敌的这种马 那么另外呢 也说到了他心爱的女人鱼姬 那里面这最有名的一句要算是第一句 力拔山西气盖世 力量啊可以拔起大山 那么豪气世上无人能比 今天在我们的汉字小课堂里 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学习一下 其中气盖式的盖字 盖呢 从字形上来看 它是上下结构的汉字 上面呢 是很像羊羔的羊字 但是竖不出头 也就是羊羔的高 这个字上半部分的写法 那么盖的下半部分是气敏的敏 接下来我们从盖古时候的字形来看 其实啊 盖在古时候的字形 很像是有什么东西盖在气敏上 所以盖造字的本意就表示气敏的护照 那么后来在经文字当中 盖的上面啊突出的是草字头 也就是强调以毛草为材料来遮盖房屋 那么后面再发展到了栗树的时代 人们呢 错误地将草字头写成了现在的这个字形 也就是羊羔的高的上半部分 不过它的本意仍然是遮盖遮挡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组一下词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盖可以组词覆盖遮盖 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非常冷 那么房子里面呢 就要安装保温棉 这里面覆盖在屋顶的空间里面的保温棉 就可以为房子来保温 那么再有 如果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 不小心写错了字 就可以在上面用涂改叶遮盖修改 那么这里边遮盖 就是盖了一层涂改的颜色 遮盖住写错的字 那么盖的本意是在房屋上面用茅草覆盖 那么后面啊 也可以用盖来说 盖新房 盖房子 表示一个动作 那么这里面就表示了 房子从没到有 一点一点 一层一层在上面盖上砖瓦 盖上屋顶 形成新的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另外呢 盖也可以组成成语 比如说盖棺定论 那么盖棺定论它的字面意思啊 就是把棺材盖上才会有定论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衍生的意思啊 是说一个人的是非功过 那么到了他死后啊 才能做出一个结论 叫做盖棺定论 那么这里面我们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造一个句子 很多事情不能过早的盖棺定论 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啊 才知道是怎样的发展情况 那么这里面就用到了盖棺定论 那么盖在上面的 还有结婚时用的一种东西 叫做红盖头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接触到其他的盖子 比如说茶杯水杯也会有盖子 覆盖在上面的 除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 红盖头盖子这样的可以看得见的东西 其实啊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盖章盖印 是把这样的印记 盖在上面 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开了 公正和证明书面的这样的材料 需要相关的部门盖章才可以生效 那么这里边盖章的盖 也是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字 盖的本意是覆盖遮盖 上面呢盖上东西 在衍生啊 他就有了超过胜过胜出的意思 这里边再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应财盖世 这里边什么意思呢 应财盖世 说的啊就是比世上其他的人都更英勇的人才 比如说今天我们学习的词里面也有 力拔山西气盖世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就是 力量啊可以拔起大山 豪气呢 世上真是没有人能比他更豪气了 比如说还有现在的说法 更时髦一点的说法 形容一个人的气魄特别的厉害 那么我们可以表述为 你这个气魄呀 真的是盖了 而且啊还可以说 真的是盖了帽了 那么在一些方言的说法里边 这些表述都非常的生动和有趣 那么这里边盖了和盖了帽了 其实啊就是表示 剩了没得比的意思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盖子啊 它既有很多传统的用法 当然也有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些生动活泼的用法 希望小朋友们多加练习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汉字小课堂的全部内容 稍后我们来休息一下 来听子菲老师讲中华小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